字幕志愿者 歡迎收看 臨時空高手 回臺家 歡迎收看 老師你好 大家好 臺家好 老師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就是 這次的中共歷劍B 2024B的演習 在感覺上來看的話 它的範圍又比前兩次 更接近臺灣的本島一點點 然後也加入了像是馬祖 東引無求這些地方 那老師我們從這幾次 包括從裴洛西開始 射飛彈到這個A到B 老師我們從這東西 我們可以解讀出一些什麼樣的訊息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的是 這幾次的一個軍演 我們可以看到解放軍 它會越來越靠近我們本島 它會希望在海上上面去封鎖我們 去讓我們感覺 之前有些朋友說蟒蛇戰略 感覺好像把臺灣一直纏繞的方式 因為我們其實 臺灣跟烏克蘭有很大的差別 烏克蘭它就是陸地 一直有補給物資 一直從西歐這邊一路運過去 而且剛剛好就是 有一半是在歐洲 剛好有一段就是它有空間 但是對臺灣來說 我們就是海島 我們就是一個島 所以我們的海上交通線 這一點對於解放軍或北京來講 他也知道他要如何去 把我們的海上交通線去砍斷 或者是逐漸去逼近 用這種方式去讓我們 國人感覺到威脅 那其實它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除了因為我們常會有很多一些朋友 會說他也沒有辦法直接 把我們的海上交通線完全的砍斷 完全的一個我們說封鎖好了 你說叫古巴飛彈危機 什麼這樣要完全封鎖嗎 基本上是有難度的 但是它會透過船艦越靠近 讓民眾感覺到被封鎖 所以是心理的壓力 是一種心理的壓力 沒有錯 特別還有什麼呢 外資 外資的壓力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外國來台灣設廠 那如果今天他感覺到 台灣有可能會被包圍 被封鎖 這個能源進不來 就可能斷水斷電 那我還要在台灣投資嗎 那甚至是我還要 我是不是要開始擬定撤僑計劃 所以其實我可以比較大膽的講 接下來的一些非常多的 一些不實訊息 假新聞一定會集中在於說 台灣是不是外國人在台灣 要撤僑計劃啦 或者是什麼外資要撤資啦 類似的這一些訊息 都會出現在台灣 現在的一個網路空間 或是我們的一些社交軟體裡面 我覺得這是它在一個 武嚇之後 接下來會走的文攻的路線 是 老師 那這個 這部分的話 是不是我們自己應除的能力 其實壓力也是越來越大 沒有錯 其實我必須說 我們的壓力一切越來越大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看到 它跟2024A這次演習來比的話 我常會說 我們其實要看不是2024A 我們要看2023的聯合力艦 因為2023有三洞號 那2024A沒有航空母艦 這一次航空母艦遼寧號又來了 在我們的這個近太平洋 就是花東外海這一帶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用的就是用這種海空的方式 對我們進行一種威脅 那對我們國軍來說 一切壓力是增大 但是我也必須說 我們國軍在這幾次的一個 從2022年的裴洛西 2023聯合力艦 2024A 2024B 我們國軍跟國防部這一邊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進步跟學習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大家可能有印象 在2022年裴洛西那一次 對 那一次不是有飛彈飛過我們頭上 那我們國防部當時其實答案是有一點點磨靈兩可 那時候還沒有完全的讓民眾這個完全瞭解現況 很多的民眾反而是看了日本的報導 才知道哇 飛彈飛過我頭上啊 那這一點當時其實絕對是一個比較不良的示範 可是我們看這一次 在我記得在雙十國慶之前 之前就已經有接過了 就已經有新聞說 接下來有可能2024B要來了 而且我們看喔 它是早上的這一個 我記得早上好像五六點嘛 那時候中共宣布要演習 我們的影片一兩個小時就出來了 我不可能即時拍嘛 一定是事前有準備 那之後我們也看到 我們的這一個海風大隊 這個反艦飛彈部隊 立刻就拉拔到了屏東 為什麼要到屏東 因為我們其實看 遼寧號過去到 一定是走巴士海峽嘛 那巴士海峽一過去 接下來它補給艦會不會過去 或者是山東號會不會跟著過去 形成一個雙航艦 大陸叫雙航母戰略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把反艦飛彈 往南部去移動的話 是不是某種程度上面 也封鎖住了巴士海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這一次的一個國軍 其實是有準備的 那我相信這一次的一個 國安高層一定也有討論 要不要跟民眾說 有可能有演習 因為以前的話 有人會說製造恐怖嘛 你在賣這個芒果乾嘛 一定會有人有這樣的講法 可是換個角度想 是不是其實我們越早講 讓民眾有心理準備 甚至我們也會告訴民眾說 中共對我們虎視眈眈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雙面刃 那至少就目前來看 我們從2022年開始 經過那麼多的危機 其實我們是有成長 我們也有學習 老師應該這樣講說 是說其實這麼多次來 我們其實情資應該都有掌握 白癡說經過這麼多次經驗之後 掌握得越來越好 對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 我們國軍或者是國際上 我們有一些觀察的一個指標 比如就是說 它是不是有一些集結的動作 你船艦 我們說我比較大膽的講 當時遼寧號 從這個北部戰區出來以後 這個還是大概9月底的時候 他出來開始往南移動 甚至到後來遼寧號跟山東號雙航艦 這個銅框拍照 我們拍到了 衛星照片拍到了 這時候其實我覺得我們國軍 應該就有一些行動了 因為這是遼寧號 大修之後第一次出海 那他出海之後 是不是有要去做一些演訓 去證明說他跟山東號的一個水準 已經到達一樣了 我會覺得其實 以及他在一些地方機場的集結 我相信這一些我們應該都有掌握 而且我們也或許會透過國際交流的方式 去得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布林肯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他在這一個 在遼國的這個 我記得東協峰會 他就直接有去警告中國說 這一個雙十國性講話 你不要有太多的動作 所以其實國際上面 其實大家都有可能有掌握到 中國有可能有行動 那我們要如何接招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我們做了很多的準備 最後是白做工 這當然是好事嘛 如果說他沒有這個軍演 可是我們不能不做準備 也是我常說 我們必須要做到一個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共軍 大概十三個小時 他們說半天就撤兵了 收兵了 當然國務卿就說 就這樣子草草結束 但其實這應該也是 某些訊息就是說 我想打的時候 想練的時候就練 想收的時候就收 那是不是其實 我們也應該要更有警惕才對 沒錯 我們要去警惕的就是 其實這一次中共 他的一個集結能力 是很快的 我們不能說迅雷不及掩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十三個小時之內 就立刻到達戰術位置 至少他有沒有掛實彈 這個另當別論 但是至少他就一個跑位 我們講籃球不是要練習跑位嗎 或是打棒球 我們要練習這個什麼 這個手臂位置 至少他在短時間之內 都可以把他的一個部隊 到達這個位置 而且我們可以去看看他的這一次 雖然說只有十三小時 但他出動的架次 是非常綿密的 甚至出動的一些船艦 而且這一次不是只有海軍 他連這個海警船 都大規模的出動 對我們進行一個 圍台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一點絕對是 我們要去提防的 而且我是有注意到一點 這點是比較少人去注意到的 他在台灣時間的 早上五六點 是華府時間 禮拜天晚上的五六點 對 那他結束時間 剛好是台灣時間的晚上六點 是華府時間的週一上班 早上六點結束 他要的就是什麼 在利用一個假期的時候 在利用一個這一件事情 他也不希望有太多的發酵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美國最後 總統大選最後倒數了 對 那最後倒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看到不管共和黨 跟民主黨 一定都會把一些議題拿來炒住 所以他有一點克制 所以他是克制的 而且對美國之外 還有我們不要忘記 日本 日本最近剛換首相 日本石破帽剛上來 他要馬上給他 剛跟中國對話嘛對不對 對話完 然後馬上送你一個大禮 如果今天還打兩枚飛彈的話 是不是對你日本有 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 全部人一定會質疑 那你石破帽你是不是要有更多的一個 對台對台海的看法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去看到 在這一次行動裡面 中共展現出他的一個 快速集結 快速前進的能力 但是他也會希望在這短時間內 不要去造成國際間太多的發酵 老師這樣子大家也蠻擔心說 如果有一個未來好像栗艦A 栗艦B 那接下來CDEF 可能都會不會再變成一個常態化的演訓 還是說只要你就是台灣方面 就是我們的總統或是政府高層官員 沒有講這個所謂的什麼九二公司 一個中國或講統一 我就打 我就來演一次 我們先說接下來會不會有聯合力艦 2024C好了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11月就要到了 就總統選 美國總統選舉 選候接下來其實是海象 台海附近的一個氣候狀況 並不一定很好 應該說是會這件事情 它會不會是一個常態的東西 對 我會覺得聯合力艦會變成一個常態 那我剛剛是說不會有C 可是有可能是2025聯合力艦 所以接下來就是明年 那明年的這一段時間裡面的話 其實就中共來說 我是常會覺得 有時我們不管說什麼 如果只要中共 他經常會利用對台灣的軍演 來作為他宣洩內部的壓力 還有他要表態給美國看 所以其實有時候不管我們說什麼 只要你沒有去 只要你有任何的一個講法 對中國來說他都有這個理由 因為對他們來講 就是懲治台獨或反台獨 任何理由他都可以玩 任何都可以去扣上這個帽子 那我們也看到 就現在來看的話 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那如果他內部還有一些什麼特別的 內政總外銷 是不是會藉由對外 千錯萬錯都是台獨的錯 用這種方式去轉移他內部的一個壓力 甚至是轉移內部 對於現在北京政權的不滿 我覺得這一些其實都會是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的 那當然也是會如同他們之前所說的 常態化 那這裡是不是還會有聯合力艦 還是他們會用一個規模比較低的一個聯合戰備警巡 不管如何 我會覺得這一些對我們來說都會是威脅 也都是我們隨時要準備好 畢竟就像古人所說的望戰必違 老師你剛才提一開始其實有提到說 就是他有包括一些假訊息戰 包括譴責 包括假訊息 訊息戰這些所謂的文工的部分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有些經濟脅迫 可能就跟人來 當然經濟脅迫就一直以來 從這個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後 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經濟脅迫存在 那接下來可預期的就是 可能又是ECFA要取消什麼東西 或是又要對我們展開什麼貿易調查 這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對這一些絕對會是他的一個 對我們講對台工具箱裡面的幾個手段 但是現在我們又可以去看到 經濟上面他其實開始會有一些 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我禁止我隨便講釋迦或什麼水果 可是特定產地的可以 他用這個方式的目的是什麼呢 分化 就是他們以前講的統戰 統戰就是怎麼樣 就是也結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那最主要他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也會說是不是會讓 他會希望台灣民眾說 只要你不是支持什麼黨 只要你不是支持什麼 你當順民我就給你好處了 對 我就給你好處 但是我會說這一些 都是我們講的糖衣毒藥 外表包的糖衣的一個毒藥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就什麼歷史來看還是什麼 基本上他要做什麼事 你們這些二成 不會有什麼好的一個結果 基本上他現在對你好 你或許短時間之內 可以拿到他的一個讓利 但就長時間來看 他還是溫水煮青蛙 或是講得很難聽 你只是他統戰旗下的一個棋子 所以他的蟒蛇戰略 我自己解讀是全方位的 不只是軍事方面的 而且有時候還稍微鬆開一點點 讓你覺得好像有求生的機會 這一點我們常會說 這樣講的不好聽 我不是說我們狗 就是人家狗急跳牆 你把人逼到絕境的會怎麼樣 跟你拼了對不對 我就說我沒有退路了 可是如果今天他會實收實警 實收實警 你讓你感覺 軟硬兼施 好像還有一點機會跟你互動 這也是剛剛主持人說 軟硬兼施兩手策略 這個是中共最喜歡運用的 他們從過去到現在 讓你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和平的希望 但是你的備戰這一邊 是不是因此而鬆懈 甚至引發 內部言論的矛盾 內部民眾對政府的反感 這就是他的成功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 包括備戰 包括這些對內訊息的正確性 其實都是我們要去提防的 這些所以我們會要去關心的 不會是只有實際上的 這些飛機大砲 另外在不實的訊息 在這個虛擬空間 也會是未來 我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戰場 在いる待見 겨 中文字幕 David held Tu 無緣 鎖 這次有人認為